韩国第一人空降巴厘岛,又美又鲜不像49岁,靠初恋脸成功出圈。 韩国的娱乐业极其发达,盛产明星和电视剧,韩流的威力无比巨大。 第一夫人金剑西这段时间很苦,凭借超高的颜值成功出圈,甚至比很多韩国女明星都要惊艳。 韩国第一人空降到巴厘岛,又美又鲜一点都不像49岁,靠初恋脸成功美出圈。 虽然曾经身陷整容风波,但是金剑西还是知性优雅,这张东方面孔惊艳欧洲。 金剑西以元首夫人的身份,空降巴厘岛参加G20峰会,成为公务现场最闪耀的女眷。 一路走来很不容易,身陷整容和学历造假风波,数次被推上风口浪尖。 反开金剑西的少女照就会发现,她鼻梁和单眼皮很明显,几乎称不上是美人。 后来经历了全方位的打造,丑小鸭才逆袭为白天鹅,金剑西的人生也大有不同。 韩国第一夫人一品一流,每次出镜都能有艳鸭群芳。 这次亮相G20峰会也不例外。 一袭纯白色礼服又美又鲜,将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出来。 五官和身材都很完美,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中年女性。 金剑西连续更换多套礼服,将自身的优势展露无遗,也令身边的元首夫人半淡无光。 难怪占据了无数头版头条,现场的女眷虽然众多,但是韩国第一夫人当仁不让,被外媒停选为最佳主装。 不得不感慨韩国盛产美女,金剑西的几套造型出炉后,网友纷纷感慨真是又美又鲜。 这张东方面孔真是惊艳,既有小家碧玉的一面,同时也有干净利落的一面。 空降巴厘岛的时候,身穿纯白色礼服,一张初恋脸闪耀全场。 在玉归国的时候,则换上了气场十足的黑色礼服,任何造型的衣服都能成功驾驭。 这次为韩国增光天才了不少。 之所以金剑西可以维持这么惊艳的状态,跟没有生育过孩子有关。 即使已经年过半百,金剑西浑身上下还是充满少女感,果然岁月从不败美人。 金剑西显然更加喜欢现代礼服,将高贵的气质完美凸显,扬长臂短的功力一级棒。 这次韩国第一夫人出尽风口,多套礼服收放自如,任何造型都能完美呈现。 光看颜值和身材,根本不敢相信金剑西已经49岁,皮肤白皙,宛如包了壳的鸡蛋。 谈吐和举止也很优雅。 不得不感慨韩国第一夫人很优秀,为尹熙岳总统扳回一局。 这次持续国际公务,能看出金剑西已经很克制,并没有抱着抢风头的想法。 但是奈何自身条件就是这么优秀,即使掠施粉带,也难掩身上的贵气和优雅。 尹熙岳总统是出了名的好男人,每次出席公务的时候都会跟金剑西秀恩爱。 韩国第一夫人靠初恋恋成功出劝。 跟丈夫简直就像是两代人,外形上的差距真是巨大。 最为优秀的就是皮肤壮感,白皙透亮有光泽,金剑西拥有明星同款水光机。 无论在任何光线下,都闪闪发光毫无瑕疵,绝对算得上韩国最美第一夫人。 尤其换上纯白色礼服的时候,金剑西的颜值优势展露无遗,成为现场最受瞩目的元首夫人。 真可谓天生励志男自弃,无论任何简单的造型,金剑西都能惊艳出景。 出席晚宴时,一席白色连衣裙亮相,挽着丈夫的手,深情款款走入大厅。 这一刻所有的镜头都被韩国总统夫妇吸引,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金剑西的颜值可谓顶尖,再加上科技手段的微调,人过半百状态依旧没画手。 自从当上第一夫人之后,金剑西虽然遭受了不少风波,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尹锡悦还配合第一夫人秀恩爱,身穿情侣装亮相无比恩爱。 韩国第一夫人活力全开,一连更换多套礼服,将最美的一面都留在了巴厘桃。 第一夫人的美照传回国内,立刻掀起了巨大的风浪。 作为新一代代货女王,只要是金剑西穿过的衣服,以及佩戴和使用过的首饰和包包,就能迅速销售一空。 这张东方面孔实在是惊艳,每次金剑西出镜的时候都会带给我们无限惊喜。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身高,大约只有一米六左右,需要随时随地都身穿恨天高。 韩国第一夫人又美又鲜,绝对堪称不老女神,期待可以奉献出更加惊艳的造型。